然后底下我们开始动手实验 好 现在我们都用雕手劲了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完事了 完事的话呢 我们进去 007 好 我们先看一下起的来嘛 好 这个是出来了 好 然后底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首先呢 这一次呢 我在inux里面改 把这个呢 先改成零 然后呢 这直接就出错了 因为少东西嘛 index.js 这里面呢 我们先比如说 这里面其实什么都不写 这个网页也能成功 它不报错了 比如111 我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这能出来 这是那什么 而且这里面啥都没有 react跟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说一下纯的redx 我们先不说react下的redx redx 那么这个单纯的redx 什么样呢 我们先说一下react函数 这个react函数怎么来呢 比如我举个例子 let a等于 123 4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事实上来讲 我可以console 我可以去掉一个a.react 这个东西 这个方法是存在的 这个方法来讲呢 它后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函数 react函数 它的参数是一个函数 一个数字 其实来讲 它干嘛呢 它就是从某个某个值 或者某个下标开始 然后把整个这个 那个那个数组里的数 拿出来开始轮循 一个一个的做某个操作 然后呢 它的操作呢 是有一个 呃 就是聚集效应的 或者说它有一 有一 它不是对每个操作 原来我们看到的 比如some 或者是filter 或者是map 它是对它每一项都进行操作 操作完了以后 操作前是个数组 操作完了还是个数组 但reduce呢 事实上有点把 比如说操作前是数组 操作完了以后 它就是个累加盒 能理解吧 所以它是把每一个东西 顺序的调容 而且调容的时候 跟前面那个结果是有结合的 所以这个我们拿reduce 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如何用reduce的一个方法 现在能够去 呃 做 来算出你a里边这个数 这个整个这个所有数值的核是多少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里先 呃 是这样 呃 那么这个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我们写成箭头函数的形式 那么后面因为是返回嘛 我们也来个括号 前面这个我们给个名字 q 没有来 那么第二个呢 是item item就是数组里的每一项 然后当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么我们会 呃 把它和item加起来 我们会把它和item加起来 那么每一个也就是说 事实上来讲 而且它的下标从几开始 这种情况下下标从几开始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零开始啊 从零开始无所谓 从一开始也一样 从一开始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从零开始 他首先拿了一个一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把一放到这个accumulate里面 item是二 那么这时返回的是一加二是三 那么下一次再轮巡的时候 到三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三 这是一个三 那么你可以选择这次不加 也可以选择这次往上加 呃 那么加完了以后呢 accumulate后面再做一二三四 那么当这里面那个 呃 你没法选择加或者不加 就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reduce里面一定要加 filter里面或者sum里面 有些地方有些是有条件 是可以不加的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他输出的是啥 啊 他没输出 稍等 呃 我们得给他套一个东西 10 看到了吗 所以其实reduce本身就带有一个意思 就是来了一个消息以后 我把所有的这个里面东西都叨弄一遍 而且我在做的过程中 有这个累积的这个效应 所以这就是reduce 那么知道这个reduce这个意思以后 我们一会儿啊 我们会给大家演示 呃reducer在redux里面是怎么使用的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函数 我们会给大家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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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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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演示